第二點 根本上是沒有公開傳過 或公開教過的道教儀式 弘法人員可以到 征活道場舉辦嗎 例如 過道教的 宴 結門 令牌 福 及其他各種道教的儀式 弘法人員教 征活弟子那些師尊 沒公開傳過的道教儀式 是否是如法的行為 我也講過了 這一條跟上面一條是一樣的 你道教的法 你這一尊真的請來了 你請了好像東翼大帝 東翼大帝 這個是道教的 解宴 結門 令牌 福 解宴 結門 令牌 福 那些東翼大帝的 那麼你過了 這個弘法人員 如果真的請了東翼大帝到 他確實感應到 東翼大帝到 沒有過失 如果他用了結宴 結門 令牌跟福 你請東翼大帝 東翼大帝沒有到 這個過失在你 在主辦的 主持的這個人 這個人很容易地 得到了很大的病 而且他會得到很大的恶印 不好的印 會降臨在他身上 東翼大帝 是前道教裡面 一尊最正直的神 他是最正直 他超過十殿炎王 超越了十殿炎王 他的地位非常的高 你能夠請到 東翼大帝降臨 給你做解宴門 不放過 是如法的 如果請不到東翼大帝 真實的東翼大帝靈壇 你是炸雞 是欺騙 是作假的 那這個完蛋了 你一定是要得到 大病跟很大的災難 主持的人 主持的人會得到很大的毛病 而且很大的災難 所以師尊在主持 這個 除瘟疫肚母的時候 除瘟疫肚母 有降在我的身上 我自己已經得到這個 除瘟疫肚母有靈壇 到了這裡 我才敢做 如果他沒有靈壇 我也不能做 所以這個道理 所以這個道理在哪裡呢 洪法人員 真實請到了東翼大帝 給你 宴結門 令牌服務 沒有過失 你請不到東翼大帝 這個 洪法人員 會遭受到很大的災難 因為在道教的神明當中 東翼大帝 可以算是百分之一百 最正直的神 不容易 不容詐欺 你一詐欺騙他 等於找死 這是很嚴重的 已經跟大家講清楚了 什麼是如法 什麼是不如法 我告訴你 你欺騙菩萨可以 因為菩萨慈悲 菩萨都是利他慈悲 他不會害人 你可以欺騙他 騙一點錢 騙一點錢 你主持一個菩萨的法會 這個菩萨 不管有沒有來 你也不知道 你也沒有看到 你也沒有接受到 你什麼 你就是按照儀式 這樣子做了 疑鬼周全 還不算什麼 那個菩萨 他不會懲罰你 東翼大帝不行 我告訴你 這個神很嚴厲的 東翼大帝是很嚴厲的 他管十殿炎王的 炎羅王已經很正直了 他是管十殿炎王的 你找死啊 跟你講 那你觀世音菩萨 管他 你做完觀世音菩萨的法會 觀世音菩萨有沒有來 不管 反正觀世音菩萨慈悲 他也不會罰你 東翼大帝 你真的做了東翼大帝 真的是找死 他如果有來 無過 這是如法的 沒有來 那你就是找死